你为什么痛苦 为什么呢 迷茫 为什么彷徨 你以为是别人给你造就的 是命运给你造就 是环境给你造就 是你境界不够 知道吗 所以与他人和解 与命运和解 这是诗词文化 中华文化的一大字 内涵 当然了 要能达成与命运与他人和解 有一个前提 什么前提呢 这就讲到另外一首诗 诗词大会之后 我一个学生 现在年轻人很直接 不问我 李老师 你别看诗词大会那么火 说实话 你觉得诗词有啥用 能比手机有用吗 能比PiD有用吗 然后我说 你既然问得这么直接了当 我也就很坦率地告诉你我的观点 我也认为 诗词没啥用 但是你不要忘了 庄主说的一句话 叫无用之用 是为大用 比如说举了个例子 我当时就给他举了个例子 你看 大家耳熟能详的一句诗 所以啊 主办方问我要不要PPT 我不要 我讲的诗 一定是你耳熟能详 那么这个柳东元的那首江雪 大家都熟悉 对吧 我这诗大会里也讲 小朋友都会背 对不对 千山鸟飞 江 万景 人中 面 故咒 说力 瘟 大调 寒江 好多人回来了 对对 虽然我用普通话读 但是为什么我刚才一定要读称 我们无方言呢 对吧 因为这首诗最独特的地方就在这 五言绝句 在古诗词里号称通灵小品 最容易表现高秒的意境 所以他大多压的是平生育 大多数五言绝句都压平生育 不压这生育 五言不适合 尤其五言绝句 五言律师很好 五言绝句不适合压 所以你看 众鸟高飞进 对吧 故隐独去邪 只有静庭山 而相看相看两不厌 只有静庭山 对吧 弦山都压得平 欲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 都压得平生育 为什么这首江雪要加这声音 我们现在 所以现在诗词的困境是 语言突然变了 我们分不出来 我们读千山鸟飞绝 你分不出它是一个入生字 所以我经常感慨 我主张现在 年轻人诗词教育 放宽一些 用心运 我提了这个观点之后 哎呀那些自留地诗人 就给疯了一样 那抱残手缺的 拼命攻击我 是这样 为什么呢 有一派人叫尼古不化 是讲诗词这个东西 现在危机在哪 它的语言土壤被改变 古人为什么写诗词 喜欢写 它有它的语言土壤 如果大家都说常作话 写诗词 基本问题都没有 那问题 现在大家说的都是 以北方语音为基本语音 以北京话为基础方言的普通话 问题就拿来麻烦了 你在那个 我们做个语音生殿图 就像那个心殿图一样 如果是用我们南方话 念古诗词 包括明南话粤语 看上去就起伏有志 错 如果用北方话念古诗词 基本上就给快死了人 为什么呢 北方话它只有三个音 汉语之所以博大精真 就是训古音韵 小学嘛 音韵的变化非常多 现在的普通话 它其实在音韵上只有三个音 而这个危机其实也不光是我们现在 其实你看元代就已经是这样了 周德青写中原音韵的时候我就讲 那个时候为什么你看 从唐诗到诵词到元曲 格律越来越宽 宽泛了 就到蒙古人北方与西南下的时候 已经是产生这个形 但是朱元璋很伟大的一点是什么 颁布全国普通话 人家就没以北京话为基础方译 人家以南京话为基础方译 江淮官话 南京话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 虽然它比我们长中话差远了 长中话有七个音 它只有五个音 但它有入生字啊 南京大萝卜 对不对 我们说到操场买萝卜 南京话的时候 都是叫入生字 这都是入生字 对吧 它有这个入生字 它就没问题 它四生嘛 因为唐诗的格律诗 建立在有明体的基础上 就四生八病 必须有这 成语 我在成语大会讲 有的成语词典上 什么三个字的 五个字的 十几个字的 你都不是成语 狭义的成语就四个字 因为汉语的音韵叫平少去路 那一扬顿错 那这才是真正的成语 所以没有了这个入生字 你现在就麻烦大了 对吧 你没法按照格律师的音韵来做了 当然那是所以历史的偶然选择 这个现在的普通话 这也不是我们的责任 不是建国后代这样的 民国的时候 现在普通话是建立在国语的基础上 胡适1928年到日本考察回来之后 就说中国啊 地大物博 语言 要搞普通话 对吧 方便文化交流 这对的 但是哪个地方的方言 会基础方言呢 当时全国三十一个省的代表在一起投票 票数最多的是北京华 而广东话粤语 以一票之差 西败给北京华 大家想想 如果当时粤语胜了 今天都来一好玩啊 对吧 我今天上课都这个味道 对吧 粤语就不得 粤语有九个音啊 粤语唐诗诗 唸起来好听极了 对 另有野史记载说 为什么粤语一票之差 败给北京华呢 说广东省代表那天早晨吃坏了肚子去 没有投票 拉了一天肚子 放弃了投票 多大的可惜啊 这现在造成这种诗词的困境 没办法 为什么一定要知道 这个是独自射的运呢 因为你知道他是读这声 你才知道柳宗元写这首诗 要表达什么样的情感性 逼着他 他用这声 人生的困境 那个角落里 这种感觉 所以文学史上有一派观点 认为将写表达什么 痛苦啊 孤独啊 所以有人 拿个放大镜 仔细看了一遍之后 还发现 咦 他还是一首长头诗来 对不对 你看千三鸟飞绝的千 万静人终灭的万 孤舟梭利翁的孤 毒掉寒江雪的毒 不是一丁点孤独啊 千万孤独啊 好孤独啊 所以这一派 这首诗就很孤独 很痛苦 宝宝心里苦死了 不是一点苦 不对 但是这么一说 另外一派观点就不同意 另外有一派说不对 那你看那个 柳宗元这首江雪诗啊 后来在中国文化史上 非常典型的地方 是什么呢 他经常被 后世的画家 单亲妙丑 画如画种 中国的山水画 往往都是意境妙业 对不对 都能表现那种高远的意境 所以有人说 这首诗写的更不是痛苦 写的柳宗元的禅乐思想 禅宗思想 天宁是东南禅宗四大同龄嘛 对不对 写的禅宗思想超越的 这一下就不是写痛苦了 这就是和千万孤独 南原北德 甚至两个极端 而且还有人认为 既不是写痛苦 也不是写超越 柳宗元是政治家 对不对 你看千山鸟飞绝 万境人中灭 鸟也不见 人也不见 只有一个 孤中梭吏翁 钓鱼老头 为什么写一钓鱼老头 都钓寒江雪 对不对 有一派观点认为 这个钓鱼老头 引用了盐子林的典故 独钓子林攀 对吧 就是那个汉光武帝刘秀 想请他出山 不 独立人格 不合作 那正是不合作 对不对 范宗元先生写 先生之风 山高水长 就写了盐子林 不合作 独立品 有人说不对 钓鱼老头 不是写了盐子林 你没看他 他没有在那钓鱼 他在钓什么 都钓寒江雪 他在钓雪 这个钓鱼老头 应该模拟的是谁 江太公 垂钓喂水 是不是 江子牙垂钓喂水 那就不是政治 批判政治期望 对不对 等着周文王来 那是 对不对 所以什么叫做经典作品 经典作品就是 一千个读者眼中 有一千个哈梅特 那才叫经典作品 那我个人认为 揣摩这首诗 你一看这首小诗 就短短的 四句五言二十个字 有讲流了 首先有没有痛苦 肯定有 而且刘仲元的痛苦 和别人还不一样 因为这首诗 我经常讲 读诗的方法有几种 一种叫训故解读 从音韵 字役 这是中国最传统的 解诗的方法 也是最精深的学问 但是有一个问题 当你把每个字都搞清楚了 合在一起 你未必能清楚 因为一加一 未必等于二 对不对 有时候小于二 有时候还有可能等于负二来 对不对 所以把局部都搞清楚 整体未必完全 第二个解释的方法 就是意象解释 也就那个 找一老头 对吧 不周梭利翁 为什么突出这个形象 对吧 所以我当时读这首诗的时候 我也觉得很奇怪 我记得我教我儿子 小时候 教他这首诗的时候 他正喜欢看明真探柯南 对吧 然后他又给他交流 我就很受他启发 他说 哎 你看 千山鸟废绝 万经人中灭 是一个封闭环境 我就对啊 就是那个钓鱼老头 他怎么进去的呢 然后他怎么出来啊 是啊 我也很困惑啊 对对 所以你看 真相只有一个了 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对啊 所以这个形象很重要 但是 最重要的解释方法 叫知人论识 知人论识 柳宗言这首诗写于什么呢 写于唐顺宗言和二年 他被点永州的时候 湖南永州 写了这首诗 冬天 据说永州下了一场大雪 当时我就想了 这永州这雪下这么大 后来我专门跑到永州去看看 一查不对啊 永州处于北纬26点 25点26度 长州北纬30度吧 你看看 对不对 他跟我们 属于典型的 亚热带 季风湿润气候 年平均气温17.8度 一年无双期 在310天以上 怎么可以能下一场 千山鸟飞绝 万几个人中灭的大雪 不可能吧 当然后来我一想 有句广告说 一切皆有可能 万一的 08年的时候 广东下大雪 对不对 下成那样 后来我不放心 我就去查零零县制 当地地方指 一查果然 县制记载 原和年间 当地发生灾害性天气 好吧 就算他发生灾害性天气 但是下到这么大 我想柳宗元 一定有夸张 他为什么要这么夸张呢 就和他用自身一样 要表达他的痛苦 他为什么那么痛苦呢 因为他被贬官贬到永泽 他为什么被贬官贬到永泽呢 因为唐代著名的二王巴斯马事件 唐代的永真革新 著名的改革运动 二王王匹王苏文 是改革领导者 然后唐代我们知道 最后王于什么 三政各据 幻官乱者 他们要解决这个问题 永真革新 改革的核心成员 有八位 其他人大家没必要知道 其中有两位 大家一定知道 就是柳宗元和刘雨昕 这是改革的核心成员 但是改革呢 操之过急 我研究中国变法史的 我经常讲 人类文明史上 特别让我感慨的一点 就是西方改革 特别容易成功 所以中国改革特别慢 我们今天为什么 能有改革开放的这个成果 大智慧啊 永真革新 王安石变法 这些都是什么 当时就败得很惨 所以北宋为什么 最后从颠峰一下 跌到低谷里头 正史里头 我们现在把王安石 推崇的境界是很高的 对吧 但是正史里头 一般都认为 北宋摔王的责任 就是他那场变法 操之过急的变法 确实是啊 王安石一夜之间 九条心法 十大主仓 和盘推出 这叫什么 这叫另起炉灶 重开天地 给过去一刀两断 是不是 但是我讲张居正变法 包括我们改革开放 为什么就能成功 这是大智慧啊 你看张居正变法 一开始什么政治体制改革 包括什么一条变法 都没有 一开始只搞了一件事 叫考成法 什么叫考成法 就是八项规定啊 对 等八项规定 一直持续个几年 改革力度 你看 很多问题 迎刃而解 所以 这就是改革 所以 永正革新也是这样 想一夜之间推翻重来 结果失败 迅速受到反扑 王批 王苏文 孙冬 这个 宪冬被迫散位 八个核心成员 就柳中原 和这个 刘雨昕他们 被流放 贬官 远州司马 唐宋文人政治 对文人 还有就是你是 流放罪犯 还给你一个虚名 边远 荒原 制定的远州司马 但是 当地政府是不解决你的任何生活问题 还看管 软禁在那个地方 不能走 柳中原就被贬了 永州司马 大家说有八个人 那刘雨昕 人家到哪儿就很快乐 人家就没那么痛苦 对不对 所以刘雨昕呢 真是像观汉兴写的 叫那个 争不熟 煮不烂 垂不扁一地 想当当铜豌豆 你知道吧 贬到那个河州 安徽河州 然后开始给他 到这个城南 江边 安排了三十一厅 他后来了 过了十几年了 已经 他整整被贬了二十三年 他贬到哪儿 他都能很开心 后来 已经那时候 刘宗原都死了 贬到这个河州去 上面有人交代 好好收拾一下 这小子 然后大家就给他 安排了一间房 就让他住在那个江边 但是说 江景房多好 古人不愿意住江边的 不像现在 住江边容易得风湿的 结果他到了江边 很开心 他知道有人叫他 写了个对联在门上 心在河州四政变 然后夏天是什么 都看江景望白帆 什么之类的 然后写的很 很牛掰的样子 你知道吧 当地的河州县令 一看就很恼火 你小子 这么嚣张 给他搬过 搬到城北 河边去住 房子呢 不要三十一厅了 两十一厅 结果他到了河边 一看 这里风景也不错 他又写了一份对联的 那这个河州县令 气坏了 这样给他搬回来 这么喜欢看江景 革景 不给他看 搬到城中间 一个机脚干嘛 就一间房 一张床 一张桌 这像 流雨泄火了 一月之内 我都搬了 再回家了 搬家公司都烦了 我写两个对联 你就看不下去了 行 我给你写长一点 三不再高 水不再先 有龙的领 三不再高 有仙德名 对不对 四世陋世 唯武德行 一篇陋世名 刻在门前 这是刘雨昕 陋世名就这么来了 结果现在你去河州看 陋世名 原来只有一间房 现在占地五六亩 好大 所以我建议他们 那个陋世 不管那公元多大 陋世要保持原貌 不要搞那么豪华 违背了古人的精神 知道吧 其他人都没有柳宗元 那么痛苦啊 柳宗元为什么那么痛苦啊 因为柳宗元 跟其他人出身不一样 唐代是一个讲门法制度的社会 唐代是讲贵族精神的 李世民登基之后 第一件事 让人编选士族制 不要以为只有魏晋才讲门法士族 唐代极其讲门法制 那时候皇帝能和明文望族结姻亲 皇家都很荣幸的 就主动去向明文望族 所以柳宗元他们家原来是什么 河东柳氏 所以他就叫柳河东 河东郡有三大万望族 排第一的叫河东陪氏 排第二的就河东柳氏 还有河东薛氏 河东这个陪氏厉害到什么地步 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就知道 杜甫的这个三月三日天气新 长安水间多利人 写那个国国夫人 非常嚣张 对吧 全清天象 很多人以为你看所有的著本都说 因为她是杨玉环的姐姐 杨玉环得宠 所以她很嚣张 非也 在杨玉环得宠之前 她就已经很嚣张了 为什么呢 她不是照着杨玉环 她是河东陪氏的儿媳 掌房儿媳 所以她生有一子一女 儿子娶了皇帝的女儿 女儿嫁给了皇帝的儿子 都是皇家主动求亲 就牛掰成这个样子 所以她傲气傲娇啊 傲娇到什么地步 账户写手诗 对吧 叫这个国国夫人成祖恩 平民骑马路宫门 皇帝要见 最高国家领导人要见的 骑着马就进宫门 最关键的是 一个细节特别好 贵妇人女子出门 要见国家最高领导人 见皇帝 你总得化化妆吧 总得选两件衣服 就像我来长州 还专门选这个 绿颜色的衬衣呢 是不是 人家国国夫人很傲娇 确嫌脂粉乌颜色 我们普通女孩子出门上班 之前还化妆一个小时 人家知道化妆有害 皮肤健康 不化妆 所以 却嫌脂粉 乌颜色 淡扫峨眉 朝至尊 就这么牛 你以为他是性脏狂 其实 他是背景深 那家族背景很深的 所以你看 排第二的河东柳氏也不得了 再举一个例子 柳氏多牛呗 不说柳中原了 有个成语大家都知道 叫河东诗后 对吧 大家看过那个电影 古天乐 张柏之眼 对吧 我负责的人说 陈济常 绝不是古天乐演的那个怂样 对吧 陈济常原来是北宋大明氏 绝对的高富帅啊 长得一个漂亮 对吧 而且人家老子是成功币啊 北宋明臣啊 而且这个人最奇特的 一生才学 不愿意当官 啊 终身隐居 而且功夫高得不得了 据说剑法超群 有一次路上被十几个盗费 拦着 一个人把十几个盗费 打得落花流水 功夫又高 对吧 才学又高 人长得又帅 又不像现在的那种富二代 啊 官二代那种 对不对 很低调 唯一的一个缺点 都算不上缺点 今天要算优点 就是有点怕老婆 然后呢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交友不慎 误加入了苏东坡的朋友圈 你知道吗 苏东坡是个段子手 你知道吗 有天晚上 那人陈其强 人家聊 聊佛学 聊哲学 聊得也不肯走 赖在人家 人家 陈其强聊得很开心 结果夜已深 老婆在后面不高兴 隔着墙 咳嗽一声 我陈其强给吓了 突然想起来 最高领导不高兴 何时站 结果苏东坡在旁边看 立刻回去写了一首诗 龙丘居士亦可怜 谈空所有夜不眠 混河东狮子吼 主张落手 心茫然 吓唤 就因为苏东坡这么一首诗 后来陈继常所有的英明都埋没无闻 在历史上只留下一个形象标签 叫怕老婆的领袖 剧内的班头 倒霉套了 就教了苏东坡的家伙 所以你请注意这首诗仔细读 苏东坡说他为什么怕老婆 他老婆叫什么名字 柳月娥 不是 小说家言胡编过来的 他老婆没名字 苏东坡的意思是说 你不要知道他老婆叫什么 你只需知道 他老婆是河东柳氏就够了 知道吧 所以他就很怕老婆 所以这个成语叫河东狮侯 所以柳中元的出生 二王八世马改革里头 唯一一个名门望主 他爹河东柳氏 他妈赡羊培氏 两大望主 强强联姻 生出了柳中元 那还得了 十四岁 天才儿子 文明天下 韩玉看了他的文章 佩服的不得了 称之为天才 然后去二十出头参加科举考试 第一次 一举就考中了进士 我刚才讲的在古代考个进士 古人说四十少进士 七十老同生啊 孟娇考到四十六岁 好不容易考上得意的 一日看尽长安话 是不是 人家柳中元考个进士 如探囊曲目 所以我发现柳中元有个特定 在贬到永州之前 他平生留下五百多首诗了 贬到永州之前 只创作过一百二十多首 绝大多数都是后面 为什么 很简单 因为他早年根本没有想当一个文学家 他要当一个政治家 壮志凌云 出身豪门 治军尧顺上 在世风俗存 那种气魄胸襟 所以他的出发点跟别人不一样 但是从最风光 三高人为风的顶点 一下子跌落到冰点 跌落到谷底 跌落到永州 尤其是他父亲死得早 他那时候 扁到永州没办法 他带他老妈到永州 结果永州当时 葬立横行 结果怎么样 元和一年的冬天 他母亲没熬过 病死在永州 所以这时候柳中元 心里这叫一个苦啊 对吧 所以元和二年的冬天 写下了江雪 所以痛苦一定有 但你说如果只是痛苦 又不对了 我后来仔细读这首诗 我又发现一个现象 不光是他的残月 就是柳中元在写了这首 江雪之后 紧接着写了一批 在中国文学史上 非常重要的作品 成为一类文学题材的 奠基之作 最重要的里程碑 这批作品我们中小学生都很熟悉的 课本里选的 什么小诗谈记 对吧 史德西山艳游记 姑母谈记 原家可记 合起来叫什么 永州八记 从此开创并奠记了 中国山水游记散文的 最重要的封碑 一直到今天什么文化苦旅啊 这些 没有那个头都没有那些尾 游记散文 这就有意思了 对吧 旅游的件事 大家都很熟吧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和我一样都属于非著名旅游 我很喜欢旅游的 但是我现在从来不跟团去旅游 我早年也曾经跟团去 早年参加一个旅游团 你跟着到哪去 我后来发现那种旅游方式 纯属行尸走肉 根本不是旅游 导游哪个大喇叭一喊 上车啊 上车 对不对 哄哄饿 到了旅游景点 下车啊 现在几点啊 一个半小时啊 现在会合啊 不等你啊 丢了就丢了啊 彻底丢了啊 对不对 一个半小时 十二个景点 所以你看那个景点 到处有人写什么 王二狗到此一游 是不是 刘小鸭到此一游 他为什么 他来不及一看 赶快数个名字 怎么 看下一站 好不容易上了车 以为到下个景点 突然下车 哎 怎么没景点啊 谁让你看景点 买翡翠 是不是 买珠宝买翡翠 你必须得买啊 怎么怎么 这种旅游 唯一的一丁点乐趣 谈得上旅游乐趣的 也就是 在那个高速公路上 或者那个 尤其西部的公路上 前不到村 后不到店 所有人都昏昏欲碎的时候 突然有一家伙大喊一声 导游 憋不住了 一下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 所有人 我也憋不住了 你看导游这时候 开心得不得了 唱歌 时间到 下车 男的一波 女的一波 各自看酷啊 然后大家就在那个 天苍苍野茫茫 什么都不见 各自完成 人类最原始的诉求 是不是 那是唯一贴近自然和大道的 一点乐趣 其他没有 所以一定 我现在背包课 我愿意一个人去旅游 为什么 旅游的本质是什么 找到山水的灵魂 山水也有灵魂的 我解读那个什么 像看两部宴 只有静庭山 一般都说 李白用了什么 你人的手法修辞 什么中小学都这么叫 这谁说的没错 但对于理解失位 是没有帮助的 谁告诉你静庭山没有灵魂的 我们不谈物理学上灵魂 物理学上不知道有灵魂 我们谈哲学上的灵魂 是不是一草一木 一花一树 一山一水 皆有灵魂 旅游的本质就是 带上你的灵魂 去遇见他的灵魂 这样旅游就是其乐无穷 你要遇见他的灵魂 前提是什么 你要带上你的灵魂 先找到你的灵魂 有人说 我的灵魂难道还在别人那 是不是 西方啊 不在我自己这 你以为你的灵魂就在你这了 印第安人就有一句俗语了 停下来让灵魂跟上来 对不对 人的社会属性是什么 矛盾性 在这个社会中最容易的迷惑是什么 丢失自我的灵魂 对不对 你比如说我叫利波 反过来问 利波一定是我吗 不一定啊 我的性已经是很少了 我经常开玩笑说 百家姓排第一百零一位 其实在百家姓排四百一十七位 但即使呀 我到网上搜了一下 给我同名同姓的 还有好几个呢 所以我就很习惯了 所以人啊 你看我们同时 既是父亲又是儿子 既是母亲又是女儿 丈夫 妻子 同事 朋友 你可能又是上级 又是下级 你有不同各种各样的社会角色 对不对 每一个角色虽然给你带来相应的价值 反过来 每一个角色也在切割你的灵魂层面 面面俱到是很难的 对不对 就像那个广告词说的 男人不止一面 其实女人也不止一面 但面面俱到很难的 所以人的毛 社会属性就是矛盾性 然后就在夹缝中生存 产生迷茫 更何况科技越来越快 发展到今天 对吧 你看我做讲座 我就发现一个现象 不论你讲的再怎么样 一定有朋友过一会儿 非要拿出手机来看看的 对吧 当然我理解 有些是领导日理万机 有些刚好有急事 有些年轻朋友 把他当作学习的手段 但除此之外 我可以负责任的说 一定还有一种现象 就是有些人 每过五六分钟 不刷一次屏 他好难受啊 你知道吗 他已经养成习惯了 你知道吗 为什么会养成这个习惯 你仔细想想 我还是全民阅读 形象大师 我江苏书展 我经常说 孩子一定要培养成 这个 以指制阅读为主 电子阅读为辅的习惯 不是不要他有 人类已经发展到今天 我出差以前 一箱的东西 半箱子衣服 半箱子书 中的要命 你现在带个手机 几千本书在里头 很方便 对吧 但是问题是 这种阅读的 你看它的本质是什么 网络搜索的本质叫 超文本链接 就是你要找一个点 找一个点 但是它迅速有这个点 给你链接到无数个点 几何级的增长 所以我们看手机 有没有一个习惯 我本来是为了找这个 最后不知道 我开始想干嘛的 想看什么的 完全不知道 它就是超文本链接 什么GoGo啊 百度说自己良心企业 就是 为什么超文本链接 打开的页面越多 它的广告才能那个 对不对 所以永远是 由一点到无数点 这叫什么 这叫碎片化的信息 获得与阅读方式 做不得了了 这碎片化的东西 一旦养成习惯 就是碎片化的习惯 对吧 碎片化的时间管理 我一个朋友跟我说 自打借了微信 不刷朋友圈之后 每天多出12个小时来 36个小时人家一天 就是这 然后碎片化的什么 碎片化的情绪表达 为什么那么多键盘侠 为什么知识分子 现在很悲哀 没有理性判断 知识分子在网上 还有约架 这都是碎片化的情绪 这样下去 整个人类的智商会下降 人工智能的智商 正在拼命的成长 我们正在下降 因为将来 我们的思维方式 会变成碎片化的思维方式 而理性思维 一定建立在 逻辑性和系统的基础上 但你说这个变化 手机技术变化 对全人类都一样 但在中国这个现象 特别明显 我就很感慨 长州 长州有地铁吗 我们知道 有公交 对吧 BRT 我们最早的 搞的BRT 我去北京啊 上海啊 公交地铁上 你看现在全是埋头一卒 对不对 我惊喜地发现 现在公交车上 矛盾少多了 为什么大家都在看 自己的手机 你看别人的 才有矛盾嘛 是不是 那个地铁上也是 我在南京 从我家到我学校 坐地铁二号线 四十分钟 有座位 我一般都不坐 我就喜欢站在 那个长长的 篮道中间 一眼望去 两边的人 全在埋头看手机 以前是年轻人在看 现在老年人也都在看 老年人学习能力 可强了 你知道吗 这种习惯 他迅速就掌握 你知道吗 所以你站在中间 一眼望去 两边的人 都在埋头看手机 站在中间 特别有那个 万国来潮的感觉 特别享受那种感觉 仔细打量 每个人 所以我原来在国内 听说一个段子 我以为是个段子 后来我去海外 那现在是个真事 我经常国务院 请我去欧美奖学 后来在希腊 希腊这个 它是地中海沿岸 到冬天 北欧的国家人 都到那旅游 中国的现在旅行团 也很多 法国人去了 到处打听 你们那个雅典的美女 都在哪出没 女教师也行 对吧 大24岁没关系 就是 法国人比较浪漫 德国人去了 到处打听 你们这哪有书店啊 德国人特别喜欢读书 中国人去了 都是拿着手机在问 请问有免费的WiFi吗 密码多少 我这么夸张 我开始以为这是个段子 我后来出国讲学 我经常制造我个人 大概有六次 还是七次 住酒店 入住的时候 刚好一个中国旅行团进来 你看一帮人 十几个优惑前台 举着手机在问 WiFi WiFi 密码密码 好像说的是英语 你知道吧 他自己以为了 是已经在说英语 WiFi嘛 对不对 我后来就想着 为什么那么焦虑呢 就是他坐那个 欧洲啊 或者高铁啊 或者什么 他没有 公用的信号 然后 两三个小时 三四个小时 他没上网 他很焦虑啊 平常五六分钟 就要刷一次频 现在三个小时 没上次网 这个世界离了他 还怎么办啊 他要不知道 最新的世界动向 是不是 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还得了啊 我昨天 我朋友在一起聊天 我说现在年轻人 什么都没有都不怕 对不对 连身份证掉了 我在那个高铁座 有个年轻人说 身份证找不到 但他一点都不紧张 我身份证找不到 还不紧张 我手机还在啊 就这样 我跟你看 我手机要订票了 就这样 都不着急啊 以前我们拿个笔 拿个什么钥匙在手上 一会儿我笔找不到 现在有人会说 我手机找不到 我手机在哪找不到 不会 以前你是主人 笔是仆人 现在这家伙 他是主人 你是仆人 好不好 你紧跟着你的主人 一会儿都丢不掉 是不是 这年轻人 很傲娇 一机在手 天下我有 是不是 是啊 手机上现在 APP各种终端 上面 我经常讲 现在为什么那么多 宅男和宅女 他不用出门啊 饿了要死 没关系 手机一摇 饿了吗 送饭的来了 是不是 但有一个问题 天下你是有了 但唯独一样东西没有了 就是我没有了 是不是 这不悲哀吗 这就叫碎片化 这就叫丢失自我 你说人创造的东西 应该为人服务 包括人工智能 这另外一个话题 我不展开说了 你不知道马克思 黑格尔早就说过 一个名词叫异化 对不对 我经常说 现在手机就是人类 在马克思说 第一个典型异化物 叫金钱 第二个典型异化物 就是什么 就是手机 我们要提防了 所以 说到这儿 我要交代一下 我的学生说 我上课的风格 叫跑马溜溜的课堂 经常跑得很远 但李老师唯一的优点 是跑得再远 都能回来 所以柳宗远啊 他为什么写这个教学 你看 他虽然不用手机 对不对 但是不在现在 他一样 在人生的万丈红尘里 泥湿自我 然后为什么写完 江雪之后 能够写用罗巴基呢 就是江雪寓意着 他重新找回了自我 对吧 达成了 与自我的和解 这一点就不得了了 人最重要的 其实是首先 达成于自我的和解 儒家的一点 很深刻了 未经有个大名士 叫殷浩说 四十岁之前 我以为我所有的才学智商 都是在和这个世界周旋 叫我与世周旋 四十岁之后 我才知道 人生的大智慧 叫我与我周旋 是不是 所以你能完成 与自我的和解 才能完成 与他人的和解 与命运的和解 与天地自然的和解 而这个过程 就是人生 不断成长的过程 不断成长 然后又能包容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华夏文明的特色所在了 所以从诗词最后 说到华夏文明 你看 我有一年在美国奖学 乔治梅森大学 我记得很清楚 谈讨人类的文明史